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人也期待爱德华兹今天的首秀能够给人带来惊喜 结果全场比赛爱德华兹却让人失望 出场26分钟只有9投2中拿到5分4篮板一助攻 却送出了全队最高的三次失误 也难怪不少球迷看完他的表现后都感叹今年的状怨恐怕要水 本场比赛桑德斯教练并未安排爱德华兹首发 唐斯与拉赛尔两大主力联手帮助球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一直到第一节还剩7分28秒时爱德华兹才替补出场 可他登场之后的第一次出手居然就投了一个三不战 这让原本就精神紧张的爱德华兹打低更加捉紧 整个人都动作显得非常僵硬 全场比赛只有第二节中段 爱德华兹有过一段高光表现 先是个人持球推反击 命中一记胡顶三分 随后又接拉赛尔的传球 借队友眼护投进一记远距离中投 这也是爱德华兹全场比赛唯一的高光时刻 整场比赛他的个人效率值为-17全队最低 丝毫没有状怨应有的风采 谈及爱德华兹表现低迷的原因 其实有这三方面的因素 其一是本场比赛是爱德华兹NBA生涯的首秀 因而在出场之后 爱德华兹还未能适应NBA比赛的节奏和对抗 在大学期间爱德华兹就一直以身体天赋处称 但是在强人如灵的NBA赛场 爱德华兹的身体并没有太多优势 这也使得他的整体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 其次作为状怨爱德华兹必然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 加上又是首秀也给了爱德华兹非常大的压力 这导致他在场上明显可以看得出有些紧张 再加上与队友之间的默契并不足够 导致爱德华兹在场上很多时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缺少与队友的配合 个人进攻也状态拘谨 这是爱德华兹今天表现低迷的主要原因 第三森林郎主帅桑德斯 在战术上并未给予爱德华兹足够的支持 或者可以说在桑德斯的体系里 爱德华兹相比于拉塞尔和唐斯而言 并不是球队进攻的重心 今天比赛爱德华兹出场之后 一连好几个回合都没能得到球权 仅有的几次触球 也是在队友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传给他的 从战术地位来看 目前的森林郎仍旧是围绕唐斯与拉萨尔 这一点还需要看后续桑德斯教练 如何对爱德华兹进行定位 老实说 作为一名新秀 爱德华兹在自己的首秀表现低迷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作为状元郎 爱德华兹其实欠缺一名球星 应有的霸气与勇气 这场比赛里 他就像一个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小孩子 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 在NBA的赛场出身从来都不意味着成功 如果不能勇敢地去展示自己 那么即便他有再大的天赋和潜力 未来也恐怕很难去取得成功 如果不能在心态上真正有所改变 那么爱德华兹恐怕真的只会成为球迷 嘴里所说的那种水货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